放心,我們不會打傷手 頂盤的意思是我們要套上一隻 很大的外面手套 所以有聲大人會受傷 嚇到人們不敢從醫院到醫院去做訓練 打到手腫了 沒事的 另外一樣是情緒問題 憂鬱、焦慮、壓力都會受影響 另外缺乏自信心 缺乏自信心也會 很多時候的情緒都會說自己很準 學不懂,什麼都不理 不要學,什麼都不做 有時候想這些方法讓他做一些訓練 就說不要搞了 你都不要練,不搞了,不用 就會沒辦法再訓練 好了,剛才說了 第二樣是什麼? 四個步驟的,第二樣 接身 編碼 編碼,沒錯 我已經失望了 編碼,什麼叫編碼呢? 很抽象 其實是我們的記憶策略的所謂 等一下不用怕 雖然學過很多記憶策略 但其實我會逐個來說 記憶策略就是所謂的編碼 原來人類很有趣 人類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令自己本身記憶策略 例如這裡更簡單 有很多款 現在簡單地說一下這十件事 例如 接收關,先加強接收力 接收不到的 有一個簡法的資料方法 又是重複法 又是聯想法 騙了法 圖像法 位置法 習慣法 分類法 還有附載用具 有些什麼基本法 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近西環 跟這個基本法 都沒有關係 但有一天 有一天 有個廣告 就說 突然間有個劉加盟學 以通基本法 又如何 基本法 沒有關係 好 我們逐個下去看 加強接收力 剛才所說 眼蒙蒙 好像我一樣 其實我是老化的 所以大家 老化眼鏡 看清楚 眼蒙蒙 耳龍 為什麼耳龍 不太好呢 會用耳機 令他接收得好些 接著是簡法 什麼是簡法 其實很簡單 很快就知道 舉個例子 不要像我這樣 一亂嘴 這樣說 其實是收不到的 因為太快 因為我見大家這麼聰明 我可以說快一點 其實我平時就找一些很快的 簡單來說 就是 你不要說很多應用詞 不要說很多資詞 舉個例子 例如 若我老人家要吃八眼 例如 5月5日 晚上8時 去美心學工吃八眼 好了 這個簡法就知道 時間、地點 時間、地點、日子 你不要錯誤示範 就是 5月5日 下午8時 晚上8時 8時半好 還是9時半好呢 不是 你好像早點的 我叫你6時半 我們去美心學工 不是 美心學工隔壁 我家身口好一點 不如去潮州城 對 現在就去潮州城 還是去美心學工 6時半 還是8時半 還是8時半 只記得 什麼 吃飯 就是這樣 資料就是這樣 不要太複雜 通常我們對著面子障礙的旅遊 通常我們會很硬 我們玩每個動作很簡單 蓋面胎 手 1、2、3 拿著 就拍下去 就這樣 就這樣 不要這樣 1、2、3 紅色的三千拍 又梅花三千拍 又不知道 什麼街磚 街磚五千拍 就像是家伙 他就亂看 看不看得不看得不看 因為沒有書 看不看得不看得不看 看不看得不看 就這樣拍到連手掌也飛到 因為大招呼 大招呼 這就是選擇 重複 要不斷重複 重複 就會加到他的記憶的復活 為什麼 剛才所說 軟弱的記憶 不斷重複 不停出場,營機這裡 營機有電話號碼嗎?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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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39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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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一定會說我現在最流行的參入式廣告 跟這個麵當無關 不過舉個例子,而要重複法 這個重複法,如果大家有看過 應該是出前一丁的廣告 出前一丁有個男生,有個妹妹 那個廣告就是,男生就叫他 去買出前一丁牛肉麵 那怎樣?小朋友有記性,很一般的 那他怎樣做?他要記住他 對,重複了,怎樣? 他一路要去買出前一丁牛肉麵 一路走一路,出前一丁牛肉麵 出前一丁牛肉麵 這個就是重複法 不如重複不如 那最後又怎樣? 這個就是其他 最後忘記了 為何忘記了呢? 因為出前一丁牛肉麵 他出前一丁牛肉麵 都更正常 突然你走過,你走 嘔 然後嘔 嘔完之後出前一丁 記得了 這個廣告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就叫重複法 一路重複,一路重複 一路重複 小朋友一直在用這個方法 不斷重複就會變得更好 另外,聯想法 什麼叫聯想法? 聯想法就是 將一些資料影像化 對,影像化 為什麼呢? 就是 為何剛才大家記的四個步驟 這麼快 這麼快就掌握到 但是我那個是 久不久呢? 那個電話號碼呢? 要搞你搞你 有些人久不久 有八年不知什麼 現在不久 有八年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呢? 其實呢 就是說 其實我用了一個影像的方法 大家剛才看到的四個步驟 是一個影像 用一個眼睛操作 放在路裡面 是一個影像 而295962是什麼? 不是影像的 是一個聲音 我告訴你 295962 這個是一個聲音的記憶 就不是影像的記憶 在研究裡面發覺 如果影像記憶 是比聲音記憶更好的 所以大家應該記得那四步驟 就不記得我電話號碼 所以呢 我們盡量 這個聯想法的意思 就是把你要的資料 聯絡一個影像 例如 這裡給了一個例子 余先生 余先生很喜歡吃魚 他叫余先生 其實很多人喜歡吃魚 不過 你們聯絡聯絡的 余先生和魚 你看到余先生 就會變成了魚 就很喜歡吃魚 還有 我們 上面的東西是吃魚 這麼開心? 有魚生在嗎? 有魚生在嗎? 不要定 另外就是 我姓李 我姓李會變成什麼? 女子 女子 對,女子 我老闆就是這樣的 我老闆也是姓李的 所以 她是女士 所以叫李姑娘 他們那個 她做的那個 那個名牌呢 就會很特別的 她的名牌呢 會有一個 李畫在那裡 一個 鴨嘴李 鴨嘴李 這樣 她的名牌呢 就是我是李姑娘 我喜歡吃李 這樣 那就是 影像化了她自己 看見她的樣子 就是兩個人 我們以前 剛剛有個同事 姓鴨 他那張 他那張 特製的 癥癌症 因為很麻煩 我們的癥癌症 你要問陳醫生 我們的癥癌症 那些字很細小 腦癌症 都是 用來才能看到的 通常我會 脫下來給她看 比較淪淪一點 因為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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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隔著一張桌子 比較麻煩 通常我都會脫下來 因為字很細 我同事姓黃 黃沙 她那張特製的 職員姓是什麼樣子呢 黃色底的 黃色底的 我姓黃 黃色底的 這些就是影像化 亂買她 這樣會容易記一點 那不是下音法 剛才記了文化的 一路路發 那些就一路路發 這些就是下音法 剛才我的電話也是9595 9595 9595 80625 9595 還有一個 可能是 沒有那些年輕人 有一個電話號碼 就是 709394 真的沒有提醒 真的沒有提醒 你們的電話 真是可憐 為什麼我這麼說 沒有小朋友呢 因為剛才 剛才 對 出來教三、九、四 這個是 要有生死 所以好像我這些 這些年紀 都會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 我都在這些 這些 這些 分享會裡面 其實我也有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就是中學 他們的技術 他們的技術 因為大家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年齡層太遠了 很多的技術 他有什麼 出情的公仔店 又不是很知道的廣告 所以 大家 跟一個年齡層 很溝通 那個就是 階音法 將一些數字 或者一些東西 轉做一些階音 原來發覺 是比較多的 圖像法 我剛才提到 圖像法 是你剛才所說的 把這些東西變成圖像 即是等於 你看到的 你是很容易 記得過 聲音告訴你 這個叫做圖像法 因為在研究裡面 也有做過 這些小朋友 有不識字的小朋友 即是剛剛 可能是會玩的 那些小朋友 就是會溝通的那些 即是不識字的 但是呢 給他一張圖像 他記 大家給他一張圖像 他記 記住 那張圖像 給那個小朋友 不識字的 和給一個大人 他記 大家做出來的結果 會怎樣呢 很神奇 原來是小朋友 記得好一點的 他不識字 但是他會記得好清楚 他會記得好清楚 他會清楚到 有些小朋友 清楚到 那幅畫是什麼呢 那幅畫有樹 還有一隻貓 好像有草 是一些研究的 那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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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記得 細緻到 那隻貓 那條尾 有幾條尖 都記得 是呀 很厲害 但是大人 你會記得什麼 就好像剛才我十八 有貓 有樹 有草 然後問心 那隻貓 是什麼 不知道 那隻貓 是有什麼 不知道 因為我們 因為問題 就是我們 因為受了 幾十年的方法 去教導的時候 我們將我們看到的東西 變成一些文字 這個是貓 這個是字 這個是屋 那這間屋裡面 有幾尺小呢 我還記得 但是 因為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很小的 他不懂字 他要轉為 他不懂字 慢慢記得 就是圍一張那幅圖畫 整幅圖畫的樣子 印在路裡 那你問他的時候 他就在路裡 找回那幅畫出來 所以他們為什麼 記得這麼清楚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同樣法 另外 位置法 位置法 大家其實都用緊 即是 把熟悉的東西 放在熟悉的地方 那 那 例如 鑰匙放在門口 手表放在場合櫃 不要亂放 也不要放在鞋裡 鑰匙也不要放在雪櫃裡 因為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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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匙一次跪 我的現代 假牙在鞋裡 不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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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很久 即是 有照顧開 不知障礙的 老人家 都知道 每一家就很有 是 不見這個 那樣的 所以現在 就不叫圍此法 盡量排高 但是 習慣法和類似法差不多 即是 不見就是 習慣法會有時間 例如 所說 何時吃藥 何時吃飯 何時要洗澡 何時要睡覺 何時要睡覺 全部是一個頂量的時間 你會發覺 久而久之 到那個時間 就會自圖式去做 即是 大家 我想 這裡 應該有一半人 都不用靠蠟燭 起床 是不是 要天然醒 我們要做 我是天然醒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的習慣法 習慣不到 上班就早點起床 上班時間就早點起床 所以我的習慣法 習慣不到 所以我要靠蠟燭 但如果 沒有習慣法 就是天然醒的 就是每次 下個常考 4點、5點 或者6點 就像這樣 去到 下個常考 好像 8點 開始有些 中眼法 在考驗中 會復教 這樣 這就是習慣法 每次 每次考驗有之 去做一些事情 就會變得 分類法 這個分類法 更簡單 就是把東西分類 放好 洗衣粉 火體 牛肉 全部有些方法 分類 放開牛油 牛奶 這些可以吃的 放在床 放在床 洗衣粉 地露 放在廁所 分類分開 這樣 就不容易拿錯 尤其是洗衣球 洗衣球 洗衣球 這麼大顆 洗衣 洗衣 有些 有記念 千萬不要把洗衣球 放在桌上 吃飯桌 當作吃了 當作吃了 當作質感很漂亮 對 很漂亮 所以記住 這個是新的發現 因為 已經在日本 日本和外國 已經出現了很多 這些問題 所以 有時候 我現在 都會去 開房 我都會 拍攝 第一題 因為 他的洗衣球 實在做得太漂亮 真的很像 很嚴重 因為 通常是小朋友吃錯 因為小朋友已經小 所以 再加上 份量大 很快就會出事 所以 要不要把洗衣球 收起來 你可能放在廁所 或圍衣 收起來 不要放在吃飯桌 那些地方 真的當作吃飯桌 因為 因為 這個情況 我已經試過很多次 這是這樣的情況 OK 這個叫分類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好了 到輔助用具 但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這是通常我最用的 這是我最用的 這就是 剛才所說的 那些方法 包括管法的方法 現在就是輔助用具 什麼叫輔助用具 其實是一些大家正在用的東西 例如什麼呢 記不見的 就寫單 記事寶 拍支寶 記事寶 如果有 大家 我看到大家 和大金上馬的年齡 牛峰做過一部戲 現在都有扮演過 扮演過 那些電子障礙的長者 他有扮演過 他每一次的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見到人的時候 第一件事 看著 接著 接著是怎樣 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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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又說了 這樣的方法 方法去記住 這樣的方法去記住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什麼呢 就是最容易解鎖 就是日子 月份 那些東西 有一個日子 這個很大 很大的日子 有些人去通知 記住一些重要的事項 還有就是藥盒 中間那個 總五晚 接著 回到星期二、三、四、五 不然可以了 那麼多個好 因為我們見過有些 就是 整個月更多 整個月 一大塊 就把一大塊 那些就好教 因為我試過 兩、三次 用那些東西 搞完 因為 太複雜了 他都不知道 哪日哪格 打哪裏 所以如果想到 我們找家人 和家人 或者和 那些 那些工人 我們教他們 總共和這個方法 因為要整理幾天 你不要一次過整理 因為這裏很高 因為這裏很高 整個禮拜 因為你越 越混亂 你都不知道 哪一日吃了 哪一日 哪一次吃了 那就是 那就是 家裏 那些名字 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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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電話簿 有時候 我們會幫 老友寄在電話旁邊 整個電話簿 寫下 大仔 什麼電話號碼 兒仔 什麼電話號碼 什麼電話號碼 什麼 有時候 寫完禮灘之後 發覺完了 怎樣 老友教不出詞 搞了一大餐 不懂得接 那簡單 現在 科技師放了一張照片 帶著一張照片 旁邊有個電話號碼 然後 阿姨他照片 旁邊有個電話號碼 然後發覺 搞了一大餐之後 覺得又不懂 為什麼 不認得這個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另一個就是 不記得了 一,兩的電話 不記得打給誰 是一個 跟到街上買菜一樣 到街上就不知道是買什麼 一拿起電話 一拿起電話 那是誰 整個 整個版紙都是 壞東西 十幾個 怎麼搞的 全部拉光 全部拉光 最後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現在電話很厲害 現在我看到大家都在嘟嘟 在嘟嘟 這是我的電話 這是我半個佬 你見我剛才 陳醫生在說 有人在嘟嘟跑 因為剛才說 我之前有點意外 其實說車跑過輪胎 所以遲到 所以 跑過輪胎要叫 急救車 還是急救路過輪胎 所以剛才我在通知 有關人們 才能怎樣搞定 所以可以嘟嘟 還有 會記低一點的東西 在這個路 這個半個佬 半個佬 掉了它就說 大件事了 掉了後 我都忘記開了 然後又被老闆散了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電話 那個問題 現在在嘟嘟一下的電話 還有一種叫做 一作即打的電話 三號 三號 四號 三號 他知道 打電話給大小 一打電話按 一字 自動背過去 電話也不用 又不用 短暫 幾秒內 閃一刻幾秒內 就足夠同一個 那一刻就OK了 現在很厲害 有智能電話 剛才所說 有相片 有密碼 有密碼 很簡單 這樣吧 另外 我們又講一下 剛才所說 鎖匙 鎖匙通常我們 這個就是示範單位 我們通常會在 老闆的門附近 但又不要被在外面碰到 有一次 有點危險 因為我教了 我分享了 在門上 就掛了鎖匙 一知 有位家屬很聰明 馬上回去做 不過 你嚇我一條 他把門 真的把鎖匙 放在門的旁邊 是的 在外面拿到 所以手進來 可以拿到鎖匙 大家都知道 嚇我一條 所以 所以 是近門的位置 例如是門 在旁邊 遠一點 可以擺到鎖匙 那為什麼 你會看到鎖匙 旁邊還有佛牌呢 那 只剩一個勾就可以了 不要弄牌 為什麼 好錯了 忘記了 一拿了鎖匙 就糟了 這個鎖匙 是什麼 拿了鎖匙走之後 這個鎖匙是什麼 就是這樣 紋又掛上去 鞋又有時候掛到 什麼都掛得穩 這些都掛上去 然後我說 這個是掛了鎖匙 所以 還要弄牌 記得這個鎖匙 還要弄我的牌 這裡是 我做事的地方 這裡是病房裡面 當然 我們病房裡面 所有的同事 除了我有些 認知障礙之外 其他都沒有認知障礙的 但是這個是示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同事 在家媒網裡面有十幾十個同事 那 我們的東西 就會分別這樣賣 每個 你知不知道 每個 每個櫃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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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上床那個下子櫃一樣 只是 撿藥那個就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你不知道那個櫃都會叫什麼 不知道我們同事是怎樣 要找東西的時候 就 把櫃都一樣 拔去拔去拔去 拔去拔去都不做 最後就是 弄過這些東西 弄過一個牌子 大家就容易去找 所以這些都可以用在家裡 都可以 看門真認識 這個識識員就很好 他幫手帶 幫這些印象徵 印象徵的 poster 就是看門真認識 記住 帶鑰匙 關火爐 關窗 帶藥 帶錢包 帶衣服 帶衣服 帶電話 這些 好了 剛才那些都是一個幫寶的方法 好了 講到幫寶的方法 然後 剛才所說 訓練 學手訓練 怎樣做 學手訓練 有很多 有用紙 有用筆 有用手機 用電腦也可以 甚至日常生活都可以 好了 剛才所說 玩過了 聽過了 聽過了 其實這個是做什麼的呢 這個遊戲 我們要玩專注 剛才所說過 那些印象徵的外匠 很容易分心 分心 一分心就會知道 他接收不到東西 我們要去訓練 專注 怎樣玩呢 首先 讀個字 字 第一個字是 紅、綠、黑、藍、黃 是不是很簡單 對 然後 這個不是 重點就是 讀個顏色 知道嗎 紅色的字是什麼 對 紅字是綠色的 綠字呢 紅色 第二 讀完字之後 另外 考慮是 讀個顏色 就是 變成什麼 綠、紅、藍、綠、黑、黃 這個 原來 這樣做法 是訓練到專注力了 就會 如果專注力 一不夠 又會怎樣 整天都給我一個字 對 那一次會錯了 這個是玩專注力 這個用紙 這個用紙筆 這個用紙筆 做的 OK 這個 這個要玩呢 找圓形 哇 很難 是嗎 要找有幾多個圓形 通常我們 這樣玩的 我們在 醫院裡面 會 切塊膠片 上面 然後切塊圈 圈 圈是有幾多個圓形 要數就是 這個 數到 他會 數成 數成 五分鐘 會數完 因為他不斷一同磚 可能數三四十個 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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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都是 切塊膠片 切塊膠片 然後去圈 可以嗎 可以嗎 數得多嗎 23個 23個 其實我真的沒有數過 很難數的 很難數 所以才有很多專注力 有時候 這樣說 這個就是 比較難 其實我們有些是更易的 通常我們是 玩遊戲 我們 職業治療師 都是由最容易開始的 是由最簡單到最深的 這個已經很中度 中間 我們通常都很容易 先玩了 因為一開始那麼難 沒有人跟我玩 可能沒有人跟我玩 好 另外這個 這個也是用紙龍筆 製造的 就是連線 連線 那 在這邊那個就是 補 就叫做照相 在旁邊 這樣連線 也是很專注 這個比較難 類似 類似 這個時間高電 日子 時間 地點 年月日 星期幾 時間 什麼時候 你在哪裡 什麼距離 這是一個時間的概念 這個就是 節日的概念 都是 在我們訓練中 都很常做的 例如清單車 是多少號 中邮車 都不知道是多少號 這個年線 這個是 爪緩 手勾 例如五元 兩元 一元 再加五元 多少 例如買個薯條 要三個吃 究竟用多少個 多少個錢 這個文字體 剛才那個就是 陀光 這個文字體 這個 這個 找 四 六 也不知道 六個奴隆 中間 哪個是正光 中間 很容易 很容易 對 幸好這個馬 如果你的 專注力 有少許偏差 便有機會 找來找去 看不到馬 很厲害 很厲害 看到南瓜 中間 是呀 中間就有 辣花 有支辣椒 有支辣椒 有時候 我們 我們不是找辣花 我們是找 長方形 是呀 有幾個長方形 可否 看到 四個 很多 因為看你 看你怎樣計 因為它是重貼的 你看到 有一個很大 有一個就在這邊 有一個是重貼 有些重貼 其實很多 很多 如果用長方形 記住 有一個不是長方形 有一個圓角 沒有的,不過是正方的理解 所以是難的,所以這裡是有專注力 我們如果見到老人家可以的話 這裏記得我們是老語人心的 這個就是分類了 究竟誰是誰不適合呢? 誰跟另外幾個是不適合的類別呢? 對,衣服吧 易人樣 這樣吧 好 這個就是誰 找錯處 那是正主應訓練的 對,找錯處 證明大家沒事 幾乖 但在我們這裏 打來做活動的那些 我試過呢 反過來的,他找到對的那些 找錯的 他告訴我這些對 找錯的那些 因為其實他們除了專注力之外 半圈力都會有出入 對 半圈力 那這裏就是講這個程序 對,究竟是先加上鮮還是放到鍋裡 還是先開火 這個就是考程序 先加上鮮 接著把鍋放上去 接著才開火 不是按住就放到鍋上去才開火 不是加上鮮 不是乾炸、高蘭波 這個就是鍾 這個不是鍾 電線 又是口專注力 由一年到十六個 即是上面一 二 三 四 五 七 這些全部都是口專注力 好,那馬韓武佛 有沒有叫做香港認知障害政協會 剛才那些用指頭筆去做 其實有些更好玩 更撤益的 就是 認知障害政協會裏面 有沒有叫做 阿爾 有沒有人上網玩過 沒有 回去試試看 香港認知障害政協會 叫做陸毅 他將一些訓練 剛才訓練專注力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 有些訓練記性 訓練所謂 訓練簡介 就是分開了傳統中國陸毅 叫做禮諾 禮諾 禮諾 蛇魚 書塑 分開六種不同的方法 訓練 挺好玩的 因為他在電腦裡 訓練 挺刺激 例如這個 就是什麼 找到九萬 找到九萬 其實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八點幾億 這個計算了 這個計算了 多少錢 一些銀錢出來 會漸入不同的 你便可以知道 這個 就是 考驅性 一年內 有什麼發生 特別的意外 就是 幾大人包 或者三張 十大警告的問題 避免植入式廣告 不要只賣廣告 買一部 再賣另一個廣告 基督教 靈實要會 都會有 一些在網上去玩 因為網上有好處 它的聲效 和畫面 是比較漂亮 比指和筆更好 好 這個就是什麼 可以吃 酒樓 茶樓 快點心 即是 你偽了叉燒包 什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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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玩釣魚 就是平時 那六張牌 是反絕的 考驅性 一張一張開 那是配對的 就是 你開出來 兩個都是杯 這樣就對了 一個杯 一個梳 就會自動打開 那你就記住 杯的位置 梳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梳的位置 你叫做高級 另外 有一個叫做 不愛自己的老的網站 叫做香港 《香港啟康老人福利會議》 另外還有這些台灣網站 這個是台灣網站 他剛才所說的一些業會的網站 通常都是那些遊戲 有時候老友街玩得不滿地 去一下澳谷的網站玩 他們會更新得快點 這個是香港的 這個就是 那個老人福康訓練支援中心 也有很多人去玩 這個中電搞的 這個中電弘他們 他們搞的網站 這個 都是台灣網站 有時候我們玩得不滿地 我們都會用這些網站 這個就是 香港的 就是跟剛才那個 之前那個網站 是同一個 同一個系列 這個數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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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外國網站 這個是外國網站 有時候我們會用的網站 因為他們的更新會更快 而且他們有時候 這個網站做的事情 其實是他們做過研究才擺放 所以會更加有效果 會更加刺激 這個就是我老闆 和李光搞的 叫田奥志多分 一個訓練的CD元件 我現在沒有用的 因為現在很少見到CD 這個 這個聰明就是不一樣 這個聰明就是 剛才所說 訓練專注力 和訓練路根 都會用一些訓練語件 這個就是配對顏色 這個是私人公司搞的 這個是訓練自我照顧的能力 都是跟訓練有關的 這個也是同一間私人公司搞的 這個叫做另一套語件 這個不明的 這個是另一套書 這套書就是 除了給老爺家玩之外 另外有一本是被家屬 他會訓解很多 究竟認知作為何是什麼 怎樣去做訓練 他會說得很精彩 這套書 另外也出了一套語件 當然坊間有很多 剛才說過打麻將 打麻將 打麻將要得的 是科研的 科研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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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已經有研究做過 在烏露院做過 打麻將是發覺得的 我發覺這個搏水是可以的 得的地方 除了要練腦筋 發覺不懂自己也會打麻將 可不可 你們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發覺很有趣 你問他好地理 寫個八萬個八字 你寫給他看 他不知道是什麼字 你一進完出來 就八萬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研究一下這個麻將 入了老爺 這樣的圖像就叫八萬 寫個八字的紅色 那就是打麻將 另外除了打麻將 有時候打麻將 是很危險的 因為 一來要找四個人 二來就會輸了錢 他就回來找我 又問他要打麻將 現在輸了錢 都要教我 那就是很大件事 所以 除了打麻將 還有一件事 也不用錢 沒錯 沒錯 卓越宮 另一約學歲 卓越宮 其實卓越宮 在利宮 原來在2009年 十年前做過研究已經是 已經是月曲的 他們在院士做了九十五位 的老爺家 班長職分了三組 一組什麼都不走 一組只聽 一組又聽又唱 分了三組 原來聽 同來聽 又聽又唱 那兩班 是好過什麼都不做的 又聽又唱那班 又會好過 只聽那班 這個方言實證 不是我的老作 這個真的有研究 另外 有時候我們 聽月曲 通常很少在我醫院裡做 因為聽月曲 每個人都掛著聽月曲 我就沒得搞了 我不用做 每個人都自己去聽月曲 例如打麻將 然後我阻定 我們這些 我們一打麻將 我坐在那裡 通常會拖我走 但我不會叫他 因為我們這些叫什麼 集長 搞很久都搞不完 所以就不要搞了 所以通常都會拖我走 通常就 我不打麻將 不做月曲 我通常會是 玩一塊 你見到現在 這個上面 跟剛才那個玩 這些就是 既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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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牌花 即是一搭機放五十多隻的牌 加磚、牌線、梅花 都是分裂的 這裏都是用一些牌牌 剛才說的 這個就是牌那個花 牌森花 這個就是牌那個顏色 藍色的夾翼就夾在牌子 牌色的套 藍色的夾翼就在牌色的套 我們一來就訓練那個手指 用度 另一方面就來分顏色 另外旁邊的圖就是分生果 還有其他有很多書 如果他喜歡看書的話 我們都建議他看書 有些長者懂得字的 或是喜歡看新聞的 我們都會通常去看新聞 不只是看的 看他一邊看一邊幫我抄 那些新聞呢 發生什麼事 在哪裡發生 發生了什麼 即是有什麼人物 這樣 這樣就寫了一邊 一邊就是分裂了健性 一邊就是可以練一下字 還有一些砌圖 看一邊的砌圖 看一邊的砌圖 那隻烏牛是砌圖的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砌圖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砌圖 我們有些砌圖是有些用上的 就一開二 只有兩塊而已 最簡單的一點 我們有些比較資深一點的 有些症狀症的長者就會弄 有兩塊 四塊 六塊 六塊 三塊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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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邊拆開他 我們會做了很多這樣的活動 跟他訓練的 好 來到了 總結了 總結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這麼多東西 那一大餐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做才可以的 不下手做就沒有入睡了 要保持活躍 要健康生活 剛才陳先生說了 要記得吃東西 怎樣 吃些什麼 吃多些菜 最重要的是什麼 剛才說對什麼 健康就一定可以健康 對身體 健康就一定可以健康 不是 剛才陳先生說 你吃的菜很簡單 只要對一個器官好 就對腦都好 但也會很難 對身體好 就對腦都好 大家記性幾好 記不記得一個電話好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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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星期一回到電話反噴響了 幫我放心,反噴響都沒問題的 你儘管打來,沒問題的,可以問的 不過會不會有人接電話的 對,問人是為什麼? 因為我那位經常被同事說 我那位是假的,打東西的人經常不見了 一個人去哪裡?在一個名廣 一大早跟老闆開門後,又上一陣子去做事 吃飯再下來一陣子,又上一陣子去做事 經常都不在這個位置 打我手機的 哎呀,依然會手機的 問不到我的,忍義的 OK,剛才講到那裡了 講題題是怎樣的? 對嗎? 看看大家要賺幾千 數到幾千 好像... 善用技術策略講多了嗎? 還沒講 沒錯,其實我講了兩年而已 但這就是分了心 所以我們有時候 跟老闆的定義障礙掌聲做事 要很專注的 我們有一間很靜的地方 一起做 好了,講完健康商品模式 沒錯,善用技術策略 剛才說了,剛才說了 我們有十種策略 又不包括健美法 只要一專注培家出門 就被人拘捕 每個人一出去就說 記得了健美法 然後被人... 被人擋住了 OK,接著呢 多做認知的訓練 留情收穫那些 還有做運動 做運動也可以的 OK,那今天 如今所謂遲 希望大家呢 努力 我今天講到這裡了